台南三代同堂的家族疫情稍不停 因为在昨天确诊又在加1了 目前一家10口已经有5人确诊 最新的个案就是确诊幼儿园男童的母亲 她是三彩婴之后在转阳 而确诊5个人其实都有出现了发烧症状 台南归人三代同堂家族22号确诊再加1 在不满6岁的男童染疫之后 照顾她的妈妈也确诊了 确诊的妈妈14号匡列居隔 当天采婴16号发烧2采婴 20号孩子确诊后妈妈也采婴 但21号阳性确诊CT值31.94 3采婴再转阳成为家族第5位确诊者 之前也PCR做过三次的一个检测都是阴性 所以我们研判是刚感染刚发病 归人10人家族有一半感染 抬上儿子来拜访半小时全家族遭殃 包括长子夫妻两个儿子以及二媳妇都中标 三代同堂10个人 三大两小已经5人确诊 而这5人中每个症状都出现发烧 专家推测应该是在家里 没戴口罩有关系 进到我们体内的量太多 整个是敌人太多的时候 你的皇位的力量就很够 你就比较会严重 19862长子确诊居隔5个人 他的两个儿子确诊也分别居隔23和25人 目前居隔53人 现在全家还有5个人在隔离 虽然目前都采婴 但3D儿子已经出现发烧 就怕又是婴转阳 家族扩染恐怕还要烧下去 菲律宾已经开放了边境 外交部也说国人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入境非国就免隔离 没有想到有台商在入境的时候才发现 这不是事实 原来菲律宾根本不承认 台湾的国际疫苗证明 世界各国纷纷调整边境管制 菲律宾也重新开放 我国外交部公告 如果国人打过两剂疫苗 到菲律宾不用隔离 但有台商抱怨 台湾的国际黄卡不被菲律宾承认 入境后通通得要自费去隔离六天 怒呛住菲律宾代表处误导国人 更质疑根本没跟非国政府沟通 如果连菲律宾这个一个疫情 远比台湾严重的国家 都不承认你的小黄卡 那请问一下 这世界上还有几个国家 会承认你的小黄卡 而在10号开放边境的66国里 也没有台湾 网友无奈 现在是连菲律宾都可以敲不起台湾了吗 还有人算果然是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 台湾还跟印度并列 都不被非国承认 这情何以开 但这么多国家 为何菲律宾机场人员只有把台湾搞错 让非国误解 没积极沟通 难道不是外交部的错 同样打两剂 别人直接入境 台湾却要多隔六天 政府甩锅给菲律宾 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记者送我报道 但是现在国内的疫情已经慢慢的趋缓 专家认为 在进入夏天之前 会以边境开放为主 七八月份之后 就会逐步有比较明显的国内松绑的措施 室内外的人数管制 有望全面解除 当然实联制还有疫调 也可能会退场 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认为 防疫松绑势在必行 关键只是在RT值 必须要维持1.2以下 理想是小于1 好 如果小于1的话 那么就会一直松绑下去 至于边境拘检缩短时间 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公布呢 陈时中挂保证说 这两天 这礼拜一定会公布 边境下个月有望逐步解封 指挥官陈时中上电台节目 表示入境天数缩短为10天 接下来被狂烈居隔 也有望改为10天 不过细节到底何时公布 陈时中这样回应 在这个礼拜就会公布 那居家隔离 在目前还没有定案 那仍在讨论之中 陈时中也提到 将RT值1.2设为警戒值 若一直控制在1.2 甚至1以下 仅天数将会持续缩短 边境半宽 设在壁形 但为了避免医疗崩溃 也有准备计划 中检疫所 来做一个分流 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政策 大概期间 大概1左右了 那如果将来有 就是说有这样的情况 一直往上升 那就进入我们的警戒的情况 那相关的计划就会启动 台大额医院长黄立民 分析陆下前 应该会以边境开放为主 等到七八月 国内将会有三大松绑 包括室内外活动人数 内用饮食规范 以及口罩佩戴规定 只要每天新规范 都是两位数以下 基本上我们就可以 一路放松下去 台北市医师工会 常务理事洪德仁 认为松绑进度 应该取决于 国外松绑后的疫情状况 以及国内年长者的疫苗接种率 但恐怕也不能太乐观 边境开放在即 国内配套计划 人工控诉了 他双腿无力 没有办法平衡 现在只能够靠拐杖走路 要申请国赔 但是公司却拒绝认定职灾 好 业者对此澄清 绝无此事 双方各说各话 只能够请劳工局帮忙协商 防疫旅馆内外大清销 华保局带队 从地板喷到天花板 却传出高雄一间防疫旅馆 有女员工吸到中毒 当事人谈小姐 躺在病床动弹不得 还说恐怕长期失能 我们是不能够离开那个柜台的 就算你今天不舒服 你想顺便喝透室也不行 先暂停一切的脚搬工作 让她在外面等 想说这样也对她比较好 谭小姐说 喷腰当下就不舒服 却还得继续工作 2月6号环保局例行清销 谭小姐握不住笔 隔天抬不起头 眼睛张不开 甚至心悸 8号又消毒 这回让她平衡感消失 同时赶紧叫救护车送一脊救 躺在那个柜台内部的地板上面 我起不来了 他们显然知道他们没有出 谭小姐出院也没好转 11号开始站不起来 疑似气体过敏中毒 14号坐不起来 6天内三度送急诊 公司却拒绝认定职灾 业者表示没有拒绝休息 有提供口罩 面罩 防护衣 以及手套 百分之百防护 但谭小姐状况不好 连某个果酱都无法平衡摔倒 双脚不能走需要拐杖 最严重恐怕长期失能 大概是属于在通风不良的一个情形之下 那有一些气体上面刺激 过敏这个部分 也是有一些风险存在 双方各说各话 台小姐哭诉决定申请国赔 全国防疫到处喷药大清修 却怕山饭店员工严重中毒 只判劳资协商还他一个公道 记得宋佩晨 李毅荣 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